在中国近代史中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 真正得到实惠的两件事 一是加入WTO 吃到了全球化红利 通过制造业赚取到外汇 这是中国近几十年经济腾飞的原因 二是庚子退款 打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 以及众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这笔共计4亿5000万两的巨款 历史上山东一地资源匮乏 经济贫困 一直都有秘密结社的传统 如白莲教、大刀会、八卦教等 权乱最早的源头 普遍认为是山东的天主教会 与当地的秘密组织 为抢夺资源爆发冲突 然后逐渐向外扩散 义和屯全民组织涣散 多由普通农民构成 手中甚至没有像样武器 清政府很容易就能将其剿灭 但它打击洋人的意识形态 受到一部分官员支持 再加上当时各国公使支持地党 反对慈禧 使得北京对义和团的态度 反复无常、暧昧不清 这给了全民几大鼓舞 到1900年春夏 义和团运动已蔓延至京津 和北方众多地区 全民拆毁铁路 拔出电线杆 焚烧教堂 杀死基督徒和普通民众 6月21日 慈禧太后以光绪名义 发布了宣战诏书 上誉 大张踏法 一决雌雄 诏书中说 而普天陈述 其各怀忠义之心 贡献神人之分 朕时有厚妄焉 心死 这让义和团运动 陷入最后的疯狂 他们不但抢夺财物 兼淫妇女 还对教民和普通人 适用酷刑 包括活埋 腰斩 肢解 泡烹等 也有杀鹰行为 他们在北京期间 焚烧了大石烂等商业地区 京城富商数百年家业 复之一具 天经六街三市 挤绝人计 全民们还刨掘了 立马斗 倘若望南怀人的墓地 将他们挫骨扬灰 俄罗斯 英 美 法 德日等国 组成的联合军队 以保护教民和侨民的理由 展开军事行动 8月15日 联军攻入北京城 在董夫相护卫下 慈禧 光绪等人离京 指定由李鸿章 与联军进行和谈 联军占领北京后 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 普通民众 纷纷给联军送去万民散 这样的表态 就是对义和团运动 最好的总结 在权乱中 有240余名外国传教士 和2万多名 中国华人基督徒死亡 死亡最多的是普通民众 仅北京一地就有数万人 具体死亡数字未有统计 史学家普遍认为超过10万人 1901年 清国与十一国签订薪酬条约 薪酬条约中 赔款理由共四条 支付出兵费用和利息 赔偿各国侨民 传教士商人及企业损失 赔偿教会损失 赔偿中国教民的损失 庚子赔款总额为 关平银4亿5千万两 关平银属虚银两 是清国海关使用的一种 记账货币单位 约合当时的3.33亿美元 6750万英镑 其中俄德两国 即占取赔偿金额约50% 俄国最多约30% 具体赔款细则非常枯燥 我们便不展开多讲 庚子赔款是普通中国人 背上了沉重负担 考虑到偿付困难 自1908年开始 美国率先退还部分更款 之后英、法、义、和日等国 也开始退款 至1946年 美国共退还中国3400余万美元 占全部赔款的63% 其用途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学务费用 二是文化赞助 1908年 美国退还第一批更款 主要用于留美学生 兴建清华学堂 清华大学直到今天 都是中国最顶尖的高校 世界百强 知名学生有孙立仁 杨振宁、钱学森、张朝阳等 更款留学生、人才辈出 对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梅一琦、竹可真、胡适、赵元润 金月林、叶启孙、钱学森、过探先 以及杨振宁、吴密、陆小曼的丈夫王庚等 1924年 美国总统克里芝批准退还 更款余额 并说明此款项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建立了国立北平图书馆 帮助解决国立北京大学的财政困难 除此之外 北京的协和医院 以及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 山西农学院、山西工学院等 也是由庚子赔款建立 到1930年代 美国已经取代日本 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受庚子退款办学影响 美国开始在中国兴建多所教会大学 如上海圣约翰大学 南京金陵大学 上海震旦大学 北京福人大学 天津工商大学等 到1949年 中国的大学有一半以上 都由美国参与成立 美国退款后 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1925年 英国国会也通过了退还更款议案 设立中英更款董事会 严格控制资金的使用 英国更款主要用于铁路、公路、水利等工程 投资项目如交际、香跪、金户、约翰等铁路工程 滇敏公路等公路工程 建设了九省长途电话网和西北、西南电话网 协助完成黄河独口等水利工程 建立首都电厂、昆明电厂 除去这些辩明工程之外 英国更款也用于教育 不过侧重于偏远、内地省份 在甘肃建立中学和科学教育馆 建立职业学校和自办事业单位 如中国桑残研究所 除此之外 山西大学堂即今天的山西大学 也是由更款建立 英国更款生、人才辈出 如钱中书、钱伟长、卢家锡、郭永怀、林家翘等 法国于1924年发起退款 但使用情况十分混乱 因中国欠付中法实业银行股本 退款大部分都用于该银行 用来抵偿中国欠付的债务 部分法国更款也用于教育和文化 被烧毁的天津望海楼教堂 便使用更款原貌附件 资助上海中法工学院、巴黎中国学院、北平中法大学等 意大利几乎将更款全部退回 成立华裔银行 代替中国海关、偿还外债 一部分用于资助文化和慈善事业 比利时更款数额较少 只占总数不到1.9% 大部分用于铁路建设 其他用于教育和慈善 资助中国大学、北平大学、中比友谊会等 留比更款生也人才辈出 如吴作仁、彤蒂州、汪德昭等 荷兰更款占总数的约0.18% 退款用于水利工程 如治理南京市下水道 还有部分用于文化事业 留和更款生严凯 后来成为著名水利专家 日本的退款情况较为复杂 日本更款占总数的约8% 1923年日本国会通过退款法案 决定资助建设交际铁路 以及用于文化、教育和医疗 但此法案因位于中国方面提前沟通 遭到中国否决 1924年中日政府在协商后签订正式协议 但这个方案再次遭到中国某些团体的反对 1925年谈判再次破裂 甚至连退款委员会的名字都无法达成共识 1928年中国提出全权管理退款 遭日方拒绝 1931年918事变后 中日中断了更款事宜的谈判 但日本人确实退还了部分更款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补助给了日本在华团体 如日华学会、东亚同文会、在华居留民团等组织 日本也直接补助在日中国留学生 每位学生每月补助70日元 即留学期间医药费、回国车旅费 为优秀学生设立奖学金 至1932年日本共补助中国留学生近4000名 金额约380万日元 除此之外 日本也帮助建立了一些学术研究机构 如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 东方文化学院等 日方总计花费庚子退款约3300万日元 在庚子赔款中 占比最多的是俄国 约占30% 中国作为一战战胜国后 俄国决定将赔款暂缓5年支付 至1922年 中国政府仍在向俄国支付赔款 1924年中苏谈判 苏联决定放弃余下的赔款 不过后来 苏联寝占中国的土地及财产 两项抵消并不吃亏 德国是庚子赔款第二多的国家 约占20% 1917年 中国加入协约国后 对德宣战即停止了支付 巴黎合会后 两国签订条约终止赔款 那时候德国因战败被要求巨额赔偿 这使得德国陷入巨大混乱 德国因此并未退回任何更款 从德国的战败赔偿 可以回看庚子赔款 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 因为人命价值不可估量 战争更是昂贵的 一战后 保加利亚被要求赔偿4.45亿美元 德国的330亿美元赔偿 还规定必须用黄金支付 共约合黄金47000吨 在权乱后的谈判期间 英美等国主张加以限制 避免中国再次出现仇洋情绪 俄德则主张惩戒是赔偿 后来美国率先退还更款 有两个人功不可没 一是传教士明恩普牧师 他于1872年来到中国传教 在中国生活居住54年 深感中国人愚昧闭塞 需要启蒙 他在国会积极游说 希望美国可以退还更款用于教育 并且需要成立单独的监管机构 避免资金被官僚挪用 二是中国驻美工使梁成先生 他一方面积极游说促成美国退款 另一方面想办法向中国政府施压 保证退还款项可以用于教育 当时中国政府想用退款兴办实业 这其中有多少钱会中保私囊 无法想象 很多人认为 美国最后之所以退款 全因梁成先生的努力才达成 这不符合现实逻辑 以当时中美实力悬殊 退与不退退多少并不由中国人做主 不过梁成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 不应被抹杀 各国在中国兴办教育 有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有人竟认为 这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可事实上 各国从未干涉过中国的办学方针 甚至未介入中国选送留学生的事务 更没有因退款损害过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不知道文化侵略的说法从何而来 当然 美国及各国退款并非是一片圣人之心 而是认为稳定的 开放的 启蒙的中国才更符合各国长远利益 说到底还是为自己打算 但这又有什么错呢 很多时候 我们应该着眼于得到了多少实惠 而不是这是应该的 发心不纯 态度不好 姿势不对 只拿出50%而不是百分百 虚伪 望自己脸上贴金等等 前面提到的明恩普牧师 在中国居住多年 著有中国人的性格一书 最后 我们来看看书中章节的题目 不知道会不会有所启发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婷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